周琪跟着徐天红进了这一间客房,对周琪来说,这件事情是他不情愿的,为什么呢?男女两个人住在一间客房里边,这门好说不好听。 但是周琪呢,又觉得徐天红这一路上,对他一直是彬彬有礼的,刚才尤其是看到徐天红,冲他又挤眼睛又挪嘴,不知道有什么事。 所以跟着他就进了这间屋了,进了这屋之后,徐天红翻手,把这门就插上了,他一插这门呐, 周琪姑娘当时这脸蹬的一下子就红了,他害臊啊,心想他要看什么呀? 他怎么把门插上了?姑娘脸这一红,面带羞涩,正要问他的时候, 可是徐天红呢,用一个手指头在嘴唇这一举,噓,告诉你,别声张,我告诉你,你看见没有? 啊,刚才你看见镇远镖局的那个坏蛋了没有? 周琪一听,什么? 就是带了人来拿闻四爷,害死我弟弟那个家伙吗? 徐天红说,对,刚才我拿眼球一扫,我看着是他,但是我认不准, 我怕他瞧见咱们俩呀,所以呢,赶紧我就跟你说,咱愿意住在这一间屋子里, 咱先到这屋子里边来,躲一躲,别让他发现咱们俩。 啊,是吗? 徐天红说就是吧,你等着,等那个殿小二来了,咱们问问他, 这工夫,徐天红把这个房门又开开了,开开房门之后, 一会儿殿小二进来泡茶,这殿小二又问, 二位,要点什么吃的? 徐天红告诉殿小二之后,随后就说了, 哎,我问你,这个北京镇远镖局的几位达官爷, 也住在你们这儿了,是不是? 殿小二一听,哎,是啊,我告诉你呢, 他们路过同关,总是照顾我们这个越来客栈, 跟我们呢,这是老主顾了,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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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这徐天红等着殿小二出去之后, 接着就跟周琪说了, 我告诉你,既然是镇远镖局的, 这你放心,同兆和那小子肯定在这儿呢, 我刚才看到的那个人就是他, 这个小子那是脑袋瓜长窗, 脚底板留能,都坏透了枪了, 他就是元凶手握, 今儿晚上,咱们就先把他干掉了, 好给你的弟弟和我的四哥报仇, 怎么样? 此时刻的周琪, 想到弟弟的惨死, 铁弹装被烧, 那真是一枪怒火呀, 要不是徐天红极力地规劝他, 他早就想拔刀闯出去, 徐天红把他拦住了, 你先待会儿啊, 你躺一会儿, 养一下神, 等咱们到半夜里再动手, 那个时候也不晚, 好不好? 行, 周琪呢, 坐在桌子旁边, 扶在这桌案上, 眯瞪一下眼睛, 养养神, 这个功夫呢, 徐天红在旁边, 鞋椅在床上, 也闭上眼睛, 微微地休息了一会儿, 待了一会儿, 到了二更天的时分, 这周琪呀, 实在是按捺不住了, 拔出担刀, 冲着徐天红就说了, 走吧, 徐天红就等等, 我告诉你, 姑娘, 他们人多呀, 人多适中, 咱们就俩人啊, 如果说他们的人里边, 再有几位高手, 那咱们恐怕杀他们杀不了啊, 咱们先探探, 看看他们整个情况, 然后, 再想法子, 把那小子, 把他引出来, 咱们单独对付他, 怎么样? 周琪当时点了点头, 两个人, 各提的单刀, 悄悄的就出来了, 来到院子里边, 四面观望, 一看东边一间上房中, 透出了灯光, 徐天红一打手势, 两个人高抬脚轻落步, 就来到了这间房子的窗户外头, 在窗户上边找到了一个缝隙, 趴到这儿, 隔了那眼睛望里边瞧, 徐天红握住了冰刃, 站在他的身后边, 观望着风声, 就看着周琪啊, 忽然间站起来, 抬起右腿, 就要踹窗户, 他的右腿抬起来, 刚又一踹, 这徐天红当时身子特别贵, 蹭的下着就站到他那面前, 徐天红想, 这姑娘他太愣了, 太莽撞了, 你没跟我说明白屋里边怎么回事, 你就想踹窗户进去啊, 这怎么能行呢, 徐天红骂他跟前这么一站, 这姑娘这脚已经踹出来了, 看见他挡住了, 虽然说力量骂会烧了一些, 但这一脚也踹在他前胸上了, 光一踹在前胸上, 周琪把腿往回一收, 这徐天红没敢出声, 低声地问他, 哎, 怎么, 周琪说, 快动手, 我妈妈在里头呢, 让他们绑住了, 徐天红听到这里当时大惊, 快快快快, 咱俩先回房间商量商量, 两个人转身行回到了房中, 这周琪此时此刻, 那就气急败坏啊, 我告诉你, 还想点什么呀, 我妈妈给这些个小子抓住了, 徐天红说, 你沉住气好不好, 我包你把他救出来, 我问你, 那房子里边有多少人, 周琪说, 大约有六七个呢, 徐天红一听, 六七个呢, 那么多人, 周琪说怎么, 你害怕吗, 你要害怕, 我一个人去, 徐天红说, 你听我说好不好, 啊, 我跟你说呀, 我不是怕呀, 我是在想法子, 又要救你的妈妈, 又要杀你坏小子, 这两件事最好, 咱们同时办到, 周琪说, 那, 先救我妈妈, 那个小子要是杀不了, 他就算了, 正这个功夫, 就听门外, 一阵脚步声音经过, 是一个人, 匆匆忙忙的在他前面经过, 徐天红马上, 冲着周琪一摇手, 告诉他憋出声, 听着, 听着人呢, 在这门口一过的时候, 这嘴里边还发牢骚, 哎呀, 真是他妈的, 三晶半夜的, 不早早的挺尸, 还合什么烧刀子, 他妈的, 菩萨保佑, 叫这帮保镖的在半路上碰见贼, 把他们这标音都抢光了, 真是他妈的, 徐天红一听这声音, 是店小二, 这是店小二背地里骂人呐, 大概是保镖的这伙子, 人半夜了, 要喝什么烧刀子酒, 让他去打酒家, 这店小二是满肚子不痛, 为徐天红灵机一动, 对周琪就说了, 哎, 那个狗大夫有两包药, 不是你拿来了吗, 是不是, 对呀, 这两包药, 在我兜里边装着呢, 其中有一包, 他说是让人吃了就人是不行, 是啊, 就把那包, 让人吃了人是不行的药, 你给我, 周琪说你要这个干什么, 有用, 有用处, 哎, 周琪马上把这包药就拿出来了, 把这包药交给了徐天红, 徐天红也不说, 就冲他招招手, 来, 两个人门是插着, 把窗户开开, 又到窗户里边跳出去了, 周琪跟在他的身后, 徐天红走到过道这, 悄声地跟他说, 服下, 别动, 周琪这个时候满腹的猜疑, 不知道他要捣什么鬼, 等了一会儿, 不见动静, 正要问他的时候, 忽见远处, 火光闪动, 殿小二啊, 提着一个灯笼过来了, 提着灯笼, 拖了一个盘子, 这盘子上面啊, 可能有韭菜啊, 还有这个这个这个打来的酒, 这徐天红呢, 就时候在地下就捡了一块小石子, 这个小石子朝着那个灯笼口上头, 就扔不去了, 噗, 这个小石子扔的那叫准, 啪的一下子, 把这个灯火就给打灭了, 噗的一下子, 这灯火一灭, 殿小二当时就一惊, 哎, 他妈的, 我这灯笼叫气死风的灯笼, 这怎么这风也挡不住啊, 怎么他妈的灭了真是, 这个殿小二马上把这个托盘就撂地下了, 他转身, 把这个灯笼拿到旁边, 从怀里边掏出引火之物, 重新点这个灯笼, 他把那个灯笼罩拿下来, 再点这个蜡烛, 那得费点功夫, 就在他点蜡烛的这个时间, 徐天洪马上纵身心穿过来, 看清这盘子里边有两把酒壶, 他把那个药就分成了两份, 把这两把酒壶的酒壶盖打开, 各往里边倒了一半, 然后给他盖上了, 转身对周琪就说了, 走, 咱们到他们屋外边等着去, 两个人转身行, 就来到了这些个标尸的房门之外, 在房角这个地方, 两个人扶下身来, 蹲在那儿, 等着, 徐天洪往这个窗缝里边, 一会儿一看, 一会儿一看, 在观看的过程当中, 他果然, 看见一个中年妇女, 两只手被绑着, 坐在了地下, 几个人呢, 坐在旁边, 桌子旁边那儿, 高谈阔论, 这徐天洪认识, 其中一个是铁琵琶手, 韩文冲, 另一个是钱正伦, 再有一个, 就是那铜罩盒了, 此外呢, 还有四个不认识的标尸, 这个时候, 就听铜罩盒在那儿说了, 哎呀, 人家说出了一个铁胆庄来呀, 哎, 都说那个地方铜墙铁壁, 谁知道啊, 老子一把火, 把他烧得干干净净, 这有个说辞, 你们知道吗, 这叫铜罩盒火烧铁胆庄, 周中英跳脚骂黄天, 这两句话怎么样, 对账不对账, 周琦在窗户外边听得非常清楚, 哦, 原来烧我们铁胆庄的, 果然就是这个铜罩盒, 周琦姑娘恨得牙根之咬, 徐天红怕他立石冲过去, 冲他摇了摇手, 那个意思, 姑奶奶, 你可千万别动, 这个时候那个韩文冲, 神情比较抑郁, 就说了, 老童啊, 你别在这儿胡吹了, 那个周中英我是会过的, 这儿啊, 咱们搁几个一起上, 也未必是他的对手, 他日后要是找到标橘子来, 有你的好看儿啊, 童赵和一听, 他找到标橘子来, 嘿, 我告诉你, 咱们这叫福姓高照, 他偏偏的铁胆周的婆娘, 会找上咱们这儿来, 你看, 现在这个女人在这儿压着她, 她还敢找咱们这儿来怎么着吗, 这有人质啊, 他敢把咱怎么着啊, 说到这儿的功夫, 那个店小二拖着盘子, 还有酒就进来了, 几位标诗一瞅着盘子里面的菜, 还有那两壶酒, 嘿, 来得正好, 来得正好, 这韩文冲异性消索, 他不想多喝酒, 童赵和呢, 把这个酒壶拿起来, 一杯一杯的倒上, 来来来来, 端杯端杯端杯, 韩子哥, 您哪, 把酒杯端起来, 别那么情绪不好, 干什么呀, 您不喝, 这韩文冲端着酒杯, 哎呀, 一点酒性都没有, 别没酒性啊, 我告诉你, 好汉敌不过人多, 您栽了点面, 这算不得什么, 栽在他们手里, 有什么大不了的, 下回, 咱们约齐了, 跟他们红花会, 一对一的, 见个高下, 哎, 旁边另一个标识就说了, 要是别人一对一, 那也罢了, 我说老童啊, 就您这身能呢, 您跟谁对呀, 童赵和一听, 我呀, 我, 我跟谁对呀, 我找他们的娘们对呀, 我看哪个是女的, 我就专门欺负那娘们, 这话没有说完, 他这个酒呢, 就送到嘴里去, 这酒往嘴里边一喝, 哎, 烧刀子, 那就是有烧刀子的味, 来, 干一个, 干, 一杯酒干了, 干完了之后, 这大家伙又说, 怎么样, 画一拳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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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画, 把手都伸出来了, 这童赵和把手伸出来之后, 跟对方就说, 来, 聊, 好啊, 全到聊啊, 怎么的啦, 还没等再往底下接着说, 他哭通一下子, 这小子就倒地去了, 这一倒地下, 接着对过那个画拳的, 也跟着出了他那儿了, 一个个全都晕倒在地, 这个功夫, 徐天宏用单刀, 伸进这个窗户放着, 咔的一下子, 撬开了窗户, 跳进房中, 周琪跟着也跳进来了, 只听周琪叫了一声, 妈, 这一声妈叫出来之后, 眼泪就已经流出来了, 赶忙到跟前, 割断捆绑母亲双手的绳子, 周的奶奶, 突然一看见自己的爱女出现, 恍若在梦中啊, 她心想, 我是不是做梦啊, 说不出话来了, 须天宏就把童兆和提起来了, 周姑娘, 把他交给你吧, 给你兄弟报仇, 说到这里, 周琪手中把钢刀一摆, 看了看童兆和, 先想童兆和呀, 童兆和就是因为你是我的弟弟, 被我爹爹把他误伤而死, 是因为你把我们的铁胆庄烧成了一片灰烬, 你这个丧尽天良的歹徒, 你也有今天, 这姑娘想到这里, 这一刀照着童兆和, 噗就砍过去了, 童兆和, 就此结束了他的人生, 这个人一生为非作歹, 兴逢作浪, 不知道害了多少人了, 今天终于命丧在天宏和周琪之手, 周琪挺刀, 又要去杀其余的表示, 徐天洪在旁边说了, 哎, 小姐, 这几个, 罪不当诛, 不用杀了他们, 饶了他们嘛, 咱们杀人太多呀, 这个时候也损因呐, 知道吗, 咱撤了, 周琪点了点头, 把单刀就收回来了, 周的奶奶知道自个儿爱女的脾气呀, 她想怎么着就怎么着, 向来那是任性子, 谁也说不了他呀, 除了他父亲的话, 有时候他还能听几句, 别人谁的话他也不太听的, 可是今天周的奶奶觉得有点奇怪, 我这个将姑娘谁的话都不听, 可是这个小伙子说的话, 让他不杀他就不杀了, 怎么他听他的呢, 这也是怎么回事啊, 周的奶奶想不明白, 徐天洪在中标师的身上一搜, 搜到了几封信, 他也没工夫细看, 把这个信放在怀里头, 转身说, 咱们快回房去, 收拾东西, 马上就走, 三个人跳窗户回到了房中, 徐天洪拿了包袱, 在桌子上边留下了一小顶银子, 作为房钱, 饭钱, 到马厩里边, 牵出来了三匹马, 说另外那匹马谁的, 那些标师们不都有马吗, 把他们的马牵出了一匹, 一个人创作一匹, 一起向东而去, 这三匹马离开了这个店房了, 周的奶奶一看自己的女儿跟徐天洪同行, 刚才又看到感情他们俩是住到一间屋里了, 这周的奶奶就疑心更大了, 周的奶奶那可也是火爆脾气, 连着就问他, 问着周琪, 你爹呢? 这位爷是谁呀? 怎么跟他在一块儿啊? 你是不是跟你爹又闹别扭了? 你又离开你爹了, 是不是? 周琪说, 你才是跟爹闹了脾气出来的呢? 我哪跟我爹闹脾气了? 你没什么出走? 不是跟我爹闹脾气了吗? 妈, 你待会儿问好不好? 好, 那我就待会儿问, 你可得跟我说清楚, 这母女俩是急性子, 胖见急性子, 三句话不过, 就要吵起来, 徐天洪一看, 哎, 小姐, 这是您的老娘, 说话, 您客气点啊, 别着急, 又滑滑滑说, 徐天洪就从中给解劝, 周琪在旁边说了, 我告诉你, 都是为了你, 你还说呢? 徐天洪一听, 都是为了我, 嘿嘿嘿, 为我什么呀? 这徐天洪就笑了笑, 走开了, 母女两个人, 撅着嘴, 各想各的事, 当天晚上, 就在一家农家借宿, 母女两个呢, 住了一个屋, 周琪这才把经过的情形, 一一一的向自个儿的母亲说了, 这周琪呢, 不善说辞, 周的奶奶呢, 又是个急性子, 不等的一句话说完, 接着就乱问, 两个人一会儿哭, 一会儿笑, 一个赌气不说, 一个骂女儿不听话, 闹得半夜, 这才互相把别来以后的情形, 说了一个粗之大言, 原来啊, 这个周的奶奶痛惜爱子丧命, 悲愤交集, 离家出走, 到了高兰, 去投奔亲戚许家, 主人虽然是殷勤款客, 但是他心中有事啊, 闲居了多少天, 实在是闷不住了, 自个儿, 不辞而别, 这天就来到了通关, 在悦来客店, 见到了镇远镖区的镖旗, 就想起来大弟子孟建雄曾经说过, 牵连他爱子死于非命的, 就是镇远镖区的镖头佟赵和, 所以这天夜里, 他就跳进店里边去查看去了, 一听说众镖师在那言谈着呢, 那个佟赵和正在其内, 招的奶奶当时怒气难忍, 冲进屋去就要动手, 您想他一个人, 人家那么多人, 他动得了手吗, 于是就把他给逮住了。